你买的普尔茶值得存吗 大家好,我是玉秀哥茶餐的老王 今天呢,咱们来跟各位茶友聊一个大家都很关注的话题 就是我们如果想存这个普尔茶 那我们应该选什么样的呢 尤其是每年这个新普尔茶下市的时候 很多茶友给老王留言就说 老王你觉得什么样的普尔茶才值得存呢 那咱们今天呢,就跟各位茶友好好聊一聊这个话题 那么值得存的普尔茶都有哪些特征 其实每年这个普尔茶春茶这个上市之后啊 这个我相信很多这个普尔茶的爱好者 或者是喜欢喝普尔茶的茶友 都会选择存起来一部分新茶 为了以后储备能有好喝的中期茶老茶喝 那这种做法里头呢 其实很多茶友都不知道应该选什么样的这个普尔茶 那今天呢,老王跟大家分享一下老王自己选茶的一个小小的诀窍 首先呢,我们其实选普尔茶 你一定要先从它的这个干茶叶底开始看 那在这里老王觉得就是说对于一些 这个储存条件比较简单 或者在家里就简单储存一下的这个茶友来说呢 首先第一呢,老王推荐 这个存这种压成饼的茶 不是说这种散茶毛茶就完全不能存 而是说对于普通的用户来说 存饼茶更容易一些 第一个呢,它这个占的地方小 第二个呢,就是普尔茶压制成饼之后啊 对于存储条件要求呢 就简单了一些 而且它转化的程度会好一些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看当年的新茶的这个夜底的时候啊 你闻一下这个干茶 那基本上你能闻到的是草青味 然后还有这个茶香味 甚至是个别的茶还可以闻到一点点这种 比如花果香蜜香 那么这个实际上是判断什么呢 就是在判断这个茶初智的工艺当中啊 不会有一些杂质 或者是吸收了一些杂质的味道 因为如果你的茶在存之前就已经吸收了怪味 或者是里面有一些奇怪的味道 这个就不适合存了啊 老王就建议大家就把它pass掉 那第二个呢 我们看这干茶的夜底 新的这个普尔茶的干茶夜底 其实是一种偏墨绿色的感觉 当然里面如果带蚝的话 它可能会有这种白蚝 但总体感觉呢 颜色是属于自然墨绿色的 就是黑色当中带着一点点绿色啊 那种偏红的 尤其是新茶偏红的 大家就要注意 有可能是在制作工艺的时候啊 晒的时间太长 或者是受热的时间太长 它有点小发酵 那这种也不推荐大家存 这是工艺上的问题 那么其次呢 就是说我们要开始去平饮它 那么在这里头呢 对于这个普尔茶来说啊 平饮的时候 我们通过什么样的味道来判断它后期有转化的空间呢 其实有这么几点 第一点呢 很多的这个茶友就会问啊 这个说是台地茶不值得存 大树茶值得存 我们从一点上来说 这话说的有它的道理 但是不完全准确 首先第一 我们希望后期转化的滋味更加丰富 那它所释放的物质就更多一些 那么这里头我们当然希望它的内含性物质就高 我们选择树龄比较大的茶是因为它的内含性物质比较高而选择它 不是纯粹因为它的树龄大就一定要选择 所以树龄大只是选择内含物质高的一个辅助条件 那么在这里当我们无法判断树龄的时候 我们用什么方式来判断它的内含物质呢 首先第一就是杯底香 就是你洗过茶之后或者倒完茶之后 你供杯的杯底 它会留有一种香味 这种香味它的层次越丰富 那么它内含物质就越丰富 而且你也可以通过杯底香来判断这款茶 它的香气是属于哪种风格的 因为这种香气实际上是很容易被新手捕捉到的 尤其是当这个杯的稍微冷了之后 这个杯底香会更加明显 其次呢就是在我们冲泡的过程当中 你来尝这个茶的滋味 那么在这里呢 其实很多茶友都明白 对于普洱茶来说 并不是说这个没有苦涩 那么这个茶后期转化就好 那某种意义上来说 后期转化其实跟苦涩关系不大 当然如果我们喜欢这种香甜的茶 我们可以选择苦涩的味道低一些 但不代表说就没有苦涩 这里很多有苦和涩的味道 反而是后期转化的一些因素 那么这个里头所提到的苦和涩 我们要注意一点 就是说这种苦涩 首先它不能引起我们的不适 然后其次是它是可以被化掉的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它在嘴里不是长期出现苦和涩的 它是可以化被下一口茶 或者是慢慢的可以会化为甜化为香的 那么其次我们在品饮这个新的这个 普洱茶的时候呢 我们要注意 首先呢 它出汤这个汤色 我们要看它是不是清亮 清亮如果过于浑浊 这个茶也是不太好的 其次呢 就是由于新茶这些年啊 有一些茶它使用的工艺不当 可能呢也不利于它后期转化 所以我们在观察它新茶这个汤色的时候啊 我们要注意像新的普洱茶 它实际上是会有一种和香的味道 你会闻它有一种和香的味道 和液的香味 那么当然它也有它其他的像蜜香啊 果香啊 花果香这种也有 但是它的荷叶香味是会比较重的 这是第一 第二个呢 就是说这种茶它的汤色呢 其实是偏黄色的 那么现在有一种 有一些新的这种工艺 让这个茶变得更香 它是用高温杀青的方式 这个不利于长期储存 但这种茶一开始喝的时候非常香 而且它的汤色呢会偏绿色 那这个对于很多茶友来说 大家就要注意了 这是一点 第二点呢 就是说我们在品饮这个普洱茶的时候 如果是要存的茶呢 建议大家要认真喝 至少喝两次 因为我们其实喝茶是很受周围环境影响的 所以你喝一次其实很难决定 你是不是要存这个茶 毕竟你存这个茶嘛 后面要花那么多时间放它 有这么多期待 万一存出来不好 这个对于你来说 这个其实付出的也很多 那我们怎么来去 这个评定它 就是这两次喝的时候 如果你都觉得不错 那其实说明 这个相对来说 这个茶 你的感受应该是不会有太大偏颇 如果你喝一次很好喝 那有可能第二次喝 我觉得不好喝的时候 你就再花一次点时间 再喝一次 看看到底是好喝还是不好喝 再决定 那么我们每次喝的时候呢 最重要的是呢 我们至少要喝八泡左右 当然你有时间 你喝十几泡也可以 首先第一呢 就是好的茶 它一定是耐泡度会高的 它后面泡的时间会很长 它仍然有滋味 那这个呢 我们每个茶有 喝下来之后呢 其实耐泡度越好的 后期储存的转化的效果的 这个内含物质越丰富 第二个呢 就是说 在第二泡到第八泡之间 也就是说 在它出滋味的 这高峰期的这段时间 其实你要仔细的去评引 它中间的这个味道 并不是我们说甜度越高 香度越高 这个茶就越适合存 而是说 它的味道越丰富 这个泡与泡之间的变化越明显 其实这个茶 未来储存的空间 储存的这个转化的空间 就会更大一些 这是老王自己的一个体会了 最后一点呢 其实我们也可以在喝完茶之后 看一下这个茶底 那么像新的泡丝茶 当年新夏的泡丝茶 它这个茶底喝完之后啊 还有一些宛如鲜叶的感觉 就是你感觉 它其实首先第一 颜色应该是有绿色的 那当然会比鲜叶的绿要深一些 但是不至于会变成其他颜色 第二个呢 就是它其实弹性 你可以看到它的弹性 还有叶子的厚度 仍然是很好的 它是富有弹性的叶子 而不是属于那种已经变得干瘪的叶子 当然这里头黄片除外啊 就是如果你喝的是一个完全的黄片 那么它可能看起来叶子会比较干一些 而且没有那么的富有弹性 但是黄片其实老王觉得 如果价格合适 也是可以存的 那这里只是说 做个例外黄片是除外的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 在这个叶底变凉了之后 你可以闻一下它 它仍然是会有这种香味存在的 尤其是它本身的这个香味当中 最吸引人的那个风格性的香味 它会留下 比如说花香啊 果香啊 那这种香味越明显的 这种茶 其实它内含物质就越好 存茶是一个相当有意思的 这么一个过程 你找寻这个茶到你存 到它每年的变化 其实这个对于喝茶人来说 都是一个很有意思 很值得珍惜的这么一个经历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